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聊恒大,聊一聊许家印 因为最近啊,创委的老总出来指控许家印 把债务留在中国,资产放去美国 从而引发了一个资本有没有国界的一个问题啊 而且也引发了去美国能不能够当上那个人上人 如何当上美国人上人的一个讨论呢 那许家印与人上人他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咱们先来聊一下啊,这个新闻的本身啊 这个创委的老总是如何评价这个许家印的啊 创委的创始人黄鸿生啊,公开的指责许家印啊 因为啊,这个许家印通过在美国申请破绽的保护啊 把债务留在了中国,资产放去了美国 而且利用美国跟中国的对抗 利用美国的政权政治来替他许家印来解套 而且你是走上了这个敌对的道路啊 你这是拉着敌对势力与中国进行对抗 创委的老总讲的这些话 其实某种角度来说也挺有意思啊 他还提到了这个许家印借了啊 或者说拿了这个创委老总的朋友的40个亿啊 然后的话当初啊,许家印承诺什么15%的利息啊 如何如何这些事情也讲了一通啊 而且创委的老总还提到啊 之前他认识的一个企业的老板也是经营不善啊 自己的企业出现了问题 结果呢,国家给他机会 让给了他15年的时间 让他再来翻身,把钱来还了 那个啊,那个创委老总认识的那一位朋友 那一位企业家 到最后使用这15年也确实翻身了 钱还上了,自己还是大老板 总而言之吧 这个创委,这个创始人黄鸿生啊 讲的这些话,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 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新闻引发了一些网友的讨论 也就引发了我啊,在这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问题啊 因为这个黄鸿生认为你啊 这个背叛了国家 你投敌卖国 可能是有点那种指控的一种意味啊 但是呢,有些网友为了维护许家印的这个操作 他的这个评价 我觉得其实是更有意思的 他认为啊 这个许家印把钱放去美国 他没有错 因为有些朋友啊 会说啊 你许家印这么去搞 把钱啊 放去美国 把你的资本放去美国 债务留在中国 你许家印会倒大煤 因为你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你什么都不是 对不对 这也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嘛 企业家 他都得背靠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国家 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聊过英国的太古集团 对不对 看英国的太古集团 从发家再到现在的这个状态 他是如何维持下来的 他跟英国这个帝国在东亚 在东南亚发展的这个阶段 他都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你看英国的这种大家族 你就能够明白家族企业集团 跟这个国家之间的一个关系 可是呢 有些网友出来说啊 美国很好 美国很好 对不对 因为这个美国都是移民的后代啊 美国的原住民就是印第安人嘛 对不对 然后他美国啊 一大堆的移民 你看看 也没有背靠那那些祖国 对不对 美国也发展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啊 其实啊 这个这个问题延伸出来 就是资本有没有国界的问题啊 对不对 大家也都知道啊 国内啊 之前很多的公知都在宣传着资本无国界 只要你有能力 你在哪儿都能够发展 只要你有才能 哪儿能发挥你的才能啊 哪儿就是你的祖国 这话听起来 看似他是有道理 但是本质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一个事情啊 比如说 有些网友拿出来的这个例子啊 美国很好 美国都是移民 对不对 美国就是靠移民啊 建起来的一个国家 所以说呢 用不着背靠什么强大的啊 这个祖国 首先这些移民 他没有背靠英国强大的势力在美国啊 或者说在北美洲啊 建立了殖民地 他哪有美国的今天呀 对不对 如果英国这个国家非常的弱的话 估计法国人都能够把英国 把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全干了 这是这是其一 其二 这个在生活在啊 北美13区啊 这些英国殖民者 对英国的殖民者啊 生活在殖民地里面的这些殖民者 然后也是发展遇到了瓶颈 对不对 后来后来啊 靠着这个殖民地发展也遇到了瓶颈 遇到了瓶颈之后 发生了一个大事件 每一个同学应该都知道 对不对 波士顿清查事件嘛 这个事件为什么发生 就是因为收税嘛 英国人要收北美的这些殖民者的税啊 对不对 往这个 往你啊 这个北美往美国去卖茶叶啊 这你我得收税 英国人为什么收税 因为当时的英国跟大清朝的贸易上的交往 吃了亏 对不对 贸易不平衡 这个大清朝一直保持顺差 这个英国一直拿着白银去换清朝的这个这个商品 对不对 无论是丝绸茶叶啊 这些东西 可是呢 英国英国的商品 当时的中国人不认呢 他卖不过去啊 所以说中英之间的贸易非常的不平衡 导致英国的经济多多少少也出现了一点问题 因为钱是一直在往外去花 对不对 导致英国没有任何的办法对待自己的殖民地平衡 对不对 美国 美国的殖民者 来来来 我来收点税 对不对 收茶叶的税 然后导致当时北美13区的啊 这些殖民者不干了 对不对 我给你来个波士顿清查事件啊 所以说呢 导致的是什么呢 导致啊 美国的独立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吗 所以说如果说当时的这个美国或者说他不是殖民地 他是一个国家 他能够平等的与英国进行贸易的话 可能什么波士顿清查事件呢 或者说啊 跟英国开仗 对不对 这个北美的这些殖民者与英国人打仗 这个事情可能都不会发生 就是因为他是殖民地 他弱呀 英国人把手一张 你你打钱 对不对 你打钱 那边北美殖民的 北美殖民地的殖民者说 我是英国人呢 你给我收什么税呀 我是英国人 而且呢 这个英国议会里面也没有我们美国的代表啊 对不对 你还跟我收税 没有代表我就不交税了 有本事 你让我自己选点议员 放到英国的议会里面去啊 对不对 英国人没同意吗 没同意 结果呢 这个北美的啊 这些殖民者与当时的大英帝国就直接开了战 最后的结果 美国独立呀 对不对呀 他也得有一个 要有一个啊 强大的一个国家呀 美国的独立也就代表着 北美这个地区产生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国家 然后抵御英国人对于他的压迫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在北美十三区的这些人是什么人 殖民者 他也是各个商人 对的各个地方上的势力啊 也就是现在美国的人上人 然后门法士族老乡老乡生们的前辈们 对不对 就是那些人呢 那些人如果背后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 英国人就会对他予取予求 结果他这些人自己组织了起来 组织成了各种各样的民兵的群体 对不对 到最后成立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国家呀 所以说这些资本 这些企业家们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国家 怎么能够发展的起来呀 这个资本 这些企业家与国家的关系是什么 国家越强 他们啊 对外做生意 也就越有力呀 所以说资本有没有国界呢 所以说有些那些奇奇怪怪的网友出来说 美国是靠着移民 然后的话才建设起来的一个国家 你看一看 移民也没有被靠自己的祖国呀 然后的话 你看美国的这些大商人厉不厉害 这个话 特别的有问题吧 对不对 美国的这些移民 自己组成了国家呀 没有他自己组成的国家 英国人就会对他们于屈于求啊 波士顿清查事件了 而且呢 有些网友还提到了什么呢 只要你有才能 你有才华 对不对 哪里能发挥你的才能 哪里就是你的祖国 这也就是像许家印 他们这些人脑子所想的嘛 去美国干嘛 为什么要啊 见嗖嗖的往美国那边来贴 原因很简单吧 去美国当人上人 认为美国能够保护他 美国会允许你去美国当人上人吗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知道 只要你有钱 你必 你必然会在美国啊 得到一定的利益 也确实是如此 因为美国的法律就是这样嘛 只要你有足够多的钱 你请那种高级的律师 对不对 最厉害的律师 哪怕你犯了大案 他都没准都能给你变成无罪 对不对 这著名的辛普森案不就是如此吗 假如你在美国是没有钱的一个状态 你只能啊 挺那种 没什么经验的那种破律师 烂律师 对不对 且不说给你打那种啊 无罪的官司啊 对不对 给你辩护到你一点罪都没有 然后呢 没准还会把你从无罪变有罪 有小罪变成有大罪啊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一个状态 你看看美国的律师收入有多高 你就明白了 只要你有钱 你绝对能够请得起大律师啊 你没钱 对不对 你最好别犯大事 这就是在美国 在美国确实是你有钱 能够啊 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 不过呢 最开始跟大家聊 许家印啊 这个这个新闻 他跟在美国当人上人 他是有关的 为什么有关呢 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吧 就是说去美国 如何才能够当人上人 你凭什么在美国当人上人 首先啊 这个许家印应该学习一下 他的前辈啊 这个郭姓的啊 蚂蚁帮的这个劳大 对不对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是哪位啊 然后的话 也是因为在国内犯了大案 然后跑去了美国 最后结果是如何呢 他倒是想去啊 美国当人上人 也跟美国的政客啊 发生了一些奇妙的一些联系 对不对 什么这个游艇啊 什么爆料啊 对不对 这种事情做的特别的一个多 可是那个郭姓的蚂蚁帮的这个劳大 对不对 到最后落得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你犯了大案 不仅在中国犯大案 在美国照样犯大案 被美国给抓了吧 赔人美国的法院判赔 判了多少钱 对不对 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搞 因为这个郭姓的这一位啊 这个蚂蚁帮的老大出格了 你以为你能够在中国当人上人 你跑到美国来 你照样能够当人上人吗 你这种所谓的啊 这些有钱人 你到了美国之后 你只能花钱 你不能够跟本地的这些大势力来作对 为什么我我这样来跟大家讲 那个郭姓的啊 那个那个蚂蚁帮的老大 是跟本地的这些势力形成了对立呢 你看一看那个郭姓的那一位 对不对 他干什么事情的 他又做了什么事情 他被抓的 或者做什么事情 被罚了十多个亿的美元 到底是做了什么 那不就是因为虚拟货币的问题吗 对不对 你在虚拟货币这个问题上 你出了大问题 你凭什么做虚拟货币啊 对您算哪个人充了 你做虚拟货币啊 对不对 在美国做虚拟货币的多了 马斯克能做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Facebook他也能做 马克扎克伯格人家也能做 对都能做 为什么这个郭姓的蚂蚁帮的老大 他不能做呢 您您您是这个圈子的人吗 对不对 您是美国本土势力这个啊 高级的这个圈子 人上人这个圈子的人吗 对不对 有些人有些事他是能干的 对不对 你有些事你是不能干的 你僭越了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像郭姓的这个蚂蚁帮的老大 是完完全全跟他自己的这个祖国翻了脸 他没有了根基啊 他必须要依赖着美国而活 你靠着别人而活 你寄人篱下你还跟这个家里面的主人啊 这个争利 你不死谁死啊 假如说你能够依赖着你的祖国啊 对不对 然后能够做大做强的话 人家会拉拢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背靠大树好成粮啊 对不对 你靠着你自己的祖国 你赚了很多的一个钱 对不对 你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生意人 人家那边绝对拉拢你 你去人家那边啊搞什么虚拟货币 人家也绝对是啊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为什么呢 你可以他他看的不是你 他看的是你背后的那个祖国 对不对 因为他认为你可以从你背后那个祖国赚的钱 放去美国呀 对走到现在 你跟你的祖国翻脸了 你还要跟人家的当地的啊 大家士族抢生意 您是不是有点僭越呀 对不对 所以说许家印的这个一位啊 郭姓的前辈 这个结果 大家以为不会落在许家印他们家的人的身上吗 对不对 哪怕把钱放去美国 你只能一直花钱 你敢与当地的大势力 争利 你死定 包含那个郭姓的啊 那个蚂蚁帮的这个老大 对不对 还做媒体 做媒体是你这种人能做的吗 对不对 媒体对于西方这些国家代表的是什么 对不对 你现在在西方一个媒体他不值钱 你办一个报纸不值钱 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百年大报 你看看他啊 合成的那个资产 没几个钱 因为新兴的媒体起来了 传统的媒体落寞 可是外人想伸手 你伸得了吗 他那个媒体也不值多少钱 你啊 你是一个外国人 比如说你是个日本人 你想去收购啊 你想去收购美国一家传统的大媒体 很难 为什么呢 掌控了媒体就掌控了什么 之前跟大家讲过嘛 对不对 这就是西方人的传统手艺 哪会让你伸手 僭越了 你像这个郭姓的蚂蚁帮的这个老大 僭越还不止一次 所以说走到今天落这种结果 他是个必然 所以说许家印就好好的学习一下 你就明白许家印的一个未来了 许家印自己估计也就明白了 还做着那种春秋大梦 去美国当人上人 怎么可能 再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啊 然后的话 大家都知道 钱学森 李正道 都在杨振宁 这都是算科学界的 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发展 带来了很多的很多的人才的一些人的 对不对 这个钱学森 那就更不要说了啊 然后呢 人家自己回到自己的祖国 亲力亲为成为了中国的两代一星的元勋 对不对 敬钱的科学家还有 对不对 比如说像钱三强 钱伟长 对不对 这就是当年的三千 钱学森是从美国回到了中国 这些人什么人 刚才跟大家讲的钱学森 李正道 对不对 杨振宁 这些人什么人 你看看杨振宁的啊 钱任的楼 这个钱任的这个岳父啊 他是什么人 对不对 那都是人上人 当时中国的人上人 不然的话 他怎么可能有钱去美国留学呀 尤其是啊 钱学森什么人 对不对 人家是钱留的后人呢 吴岳的钱家呀 对不对 都是这样的一个传统 全都是中国以前那个社会里面的人上人呢 钱学森 李正道 杨振宁 去看他们家里边的这个这个关系吧 在当年的无论是民国还是清朝末年那个中国都是当时的中国的人上人这种阶层 这种人为什么回国了 明明他已经是中国的人上人了 然后去美国留学 为什么回来了 因为美国人不把他当自己人 我就这样来跟大家来讲 为什么不把钱学森李正道 杨振宁 这些人当自己人 生生的把这些科学家往中国来逼 为什么 因为就像我刚才 因为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对不对 这个背靠大树好成梁 如果你后边这个国家对不对 不成事 人家自然而然不会看中你 讲到这个人上人的时候 跟大家多聊几句啊 关于针对华人的所谓的玻璃天花板呢 之前我就跟大家讲 没有针对啊 这个华人的玻璃天花板 他是对所有人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包含底层的黑人 底层的华人 底层的白人 他都上不去 因为你跟人家不是一个圈子 对不对 人家是什么人 人家是当年跟着啊 这个美国建国先贤的那些啊 那些那些那些殖民者 或者说那些企业家 或者那些生意人 或者说那些啊 这个农场主的后代啊 人家上班那个是个圈子 你在美国如何能够进入到这个圈子呢 你背后那个大树大 对不对 你靠着这个大树 你赚翻了 对不对 人家会拉你一把 但是你完全靠着人家来赚钱的时候 当地那些老势力 饶得了你 或者说人家会同意你僭越吗 所以说呢 啊 这个针对所谓的啊 海外华人 或者美国华人的一些玻璃天花板 大家就不用讨论了 这跟种族没关系 人家只不过是拿种族来带偏你 他不是只 他不是只针对华人 他针对所有人 所以说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了 也就知道为什么 你在美国 哪怕你有点小钱 你也融入不到人家的主流圈子里面去 不是因为种族 而是因为什么呢 你跟人家明白 这就是两种人 您是外来的 人家跟你跟你客气着 跟你且着 对不对 你就感谢别人就得了 你也用不着 对不对 然后天天在那埋怨好像歧视你一样 你说歧视 你是你以为你是华人被歧视 其实你已经对不对 算是啊 获得不了那个上升通道的一个原因了 比如说啊 跟大家举个例子 像戴琪美国的贸易代表 对不对 他是华人 他进入到了那个啊 人上人那个圈子 可是呢 他 他们家在美国几代了 这是其一 第二 对不对 带琪的启示跟中国的发展 也是直接的一个关系啊 没有中国这棵大树 美国的人上人们用得着 启用这种华人来制定一些针对中国的政策吗 大家把这些东西想清楚 想要有发展 或者说啊 想指望着啊 我这一代移民到美国就算了 下一代能够发展发展的起来 您是哪位啊 您真以为全世界都跟中国一样 你努力就能够有一定的回报吗 好好想想吧 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最近上映上映的这个电影 奥本海默 大家想想为什么 奥本海默是美国制造原子弹 那个小组的组长 对不对 为什么不是爱因斯坦 跟大家啊 提几个点 各位就明白了 奥本海默身上的贵族气质 从何而来 看一看奥本海默的妈妈 对不对 他为什么家是巴尔迪摩呢 巴尔迪摩在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大家可以查一查 对不对 这是奥本海默 爱因斯坦 对不对 你看看爱因斯坦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爱因斯坦身上有一个强烈的信号 对不对 然后一个外来者来到了美国呀 而且他老家德国 他们家也不欺言 而且看一看爱因斯坦身上的那种屌丝的气 对不对 想想爱因斯坦最著名那张照片 吐着舌头的那张照片 你再看一看奥本海默 浑身的贵族的这个气质啊 对不对 为什么当时的美国政府会用奥本海默 而不用爱因斯坦 大家自己去想这个原因吗 对不对 谁是外人 谁是自己人 人家看的清清楚楚的 所以说像钱学森的李正道啊 然后杨振宁啊 他们这些人确实是很难融入当年的那个美国的这个上流社会 人上人这个阶层啊 所以说想要发挥自己啊 最对长处最优势的那些东西只好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呀 也确实是让他们发挥到了一个极致啊 想要在美国成为人上人 太难了 可能有些东西会说啊 那中国的企业家怎么走到现在还是对于美国他有那个幻想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中国跟钱学森李正道当年他们这些人年轻的时候背后靠那个中国不一样了呀 现在这棵大树有多大呀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所以说呢 美国人自然然因为你背后那个大树 然后比如说跟大家举个例子吧 马云马云跟西方社会跟美国关系确实挺好 为什么呢 因为马云的产业主要是在中国嘛 而且在互联网行业当年的BAT对不对 到底有多大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 所以就因为这个这个大树啊 或者说他这个土壤太肥沃了 你说美国人能不给点脸吗 肯定得拉拢 但是假如像郭姓的蚂蚁帮这个老大这样 跟自己祖国翻脸 那个结果其实也是固定了 所以说今天这个话题大家明白了吧 对不对 然后他资本无国界怎么回事 如何去美国当人上人 许家印这个事情应该怎么看 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才 作为一个国家的企业家 其实就应该要看清楚这个世界了 对不对 不要以为别人给你点脸是真把你当人看了 人家看的是你背后那棵大树啊 不然你问问当年的钱学森为什么回国 不然你去问问李正道杨振宁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世界应该如何来看呢 好吧 今天这期啊 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